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王一博股装扮相帅照曝光 登峰造极 玩报销战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是王一博的最新大作有匪 别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那些 炫酷潮流的时尚明星 但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 仍然把古装没演绎的浑然天成 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神秘的清晨 薄雾青隆隆地缭绕着青山 只见一位身披古装的王者 毅力山巅 威风拂面 将他的长发吹得飘逸如画 不 这不是在说什么寻常的人物 而是有匪中的王一博 古装之美 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顿时让人感觉仿佛至深古代的江湖世界 在剧中 我们看到他选择了一套清雅的蓝色古装 与以往的形象截然不同 赏袍如水 轻盈飘逸 宛若一卷活泼的画卷 述说着千年的沧桑和风雨 简约大方的造型 马尾高碗 神态从容自若 尽显儒雅风度 让人忍不住想起古代文人默克的风姿 王一博的古装配色清新淡雅 宛如一红清泉 幸福着广袤荒野的内心 微风拂面 他微侧头 俊美的下巴线勾勒出完美曲线 仿若一座古代雕塑 释放出让人心醉的魅力 古装之美 不仅在外表外在 更在于内心的修炼和 王一博在角色中呈现出的 不仅是外表的英俊 更有着内心的顽强和智慧 他的眼神透露出深邃的思考 似能洞悉世间的浮华和虚幻 这种内在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 而在现代着装中 王一博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他大胆打破常规的着装风格 再搭配上一抹眼装 男性美感尽显 既不造作又不张扬 却透露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穿着印花衬衫 破洞裤 他展现出了时尚潮流的一面 简约中不失独特 个性中不缺风采 当他身着皮衣 展露腹肌时 更是迸发出一种阳刚之美 时尚而不失风度 这样的王一博 不仅是一个艺术家 更是一位时尚先锋 他的每一个转变 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不同的可能 让人难以捉摸他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无论是古装之美 还是现代风尚 王一博都以他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俘获了许多观众的心 正如他在有匪中的出彩表现一样 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见识到他无限的可能性 引领着时尚潮流的潮头 成为让人瞩目的焦点 近日 由王一博 李沁 汪洋主演的电视剧《乘风破浪》已官宣 将于2024年3月21日19点30分 CCTV8黄金时段播出 此消息一出 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少注意一点 虽然现在各大电视台 网络平台都有自己的新剧 随时排档或上线 一步又一步 永无休止 题材多样 明星吸睛 但这部剧还是有自己的亮点 除了《乘风破浪》这个名字听起来 充满了正能量 让人期待会上演什么样的故事 会不会精彩 会不会有什么新意 王一博和李沁的粉丝们也是十分期待 李沁近年来出演了很多正能量的主旋律剧 粉丝们都非常喜欢 他的整体表现稳定 不算突出 但也不构成阻碍 而王一博则是一位跨界发展的演员 虽然前几年凭借某部网剧走红 后来又和赵丽颖合作了古偶戏 但其他剧并不多 还没有完全打开电视剧市场 虽然这两年他在电影界取得了成绩和收获 但能否在影视上双双发展 还需要这个考验 还有一个隐身的话题 那就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王一博难免会被拿来和肖战进行比较 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肖战和王一博是同一个起点 两人都是通过双南网剧走红的 几年后 王一博在电影方面取得了成就 肖战在电视剧圈里发展迅速 地位也稳固了 他出现在许多电视剧中 他将在电视台播出 而王一博的剧很少在电视上播出 尤其是央视 能否经受住考验 自然会受到很多关注 也不乏比较 二是两人都搭档李沁出演男主 虽然题材 人物 表演风格不同 但都和李沁合作 能否擦出火花 也是对折射的考验 看到这些 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吧 时尚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一种态度和气质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王一博的脚步 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 挑战自我 敢于表达真实的自己 成为自己心中的王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